手机散热支架 这个东西并不奇怪 但是它要是加上这个水冷功能 就比较嚣张了 先看一下它这个设计理念 因为没有Redmi 因为没有Redmi 所以说我只能靠拆 前面好拆 前面手机放上去 然后这边卡住 其他没啥好拆的 然后看后边 后边的故事就比较丰富了 首先它有这么一个圆形的东西 然后打开 里边有一个 开三路形状的东西 这个好理解应该是吸水 吸水先放一边 先放一边 然后继续往下走 下面有USB的输出口 然后看它这个名牌 可以看到它有输出 所以说它还是一个 1500mAh的小型充电宝 这边有个开关电源键 下面还有一个MicroUSB口 用于它工作时候的电源供给 还有里边这个电池的充电 这边有个开关键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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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开 打不开 可能是没电了 但之前我试了一下 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里边这个东西旋转 旋转 后边 打开 然后套完 支架套支架 下来 它是这么一个理想 是这么一个理想 是这么 好理解 好理解 然后中间 还有一个小孔 吹的时候肯定是这个东西 开塞路 进去 但是很奇怪 我不知道它拿来的时候 是丢失了还是什么情况 这个地方 并没有说什么有个下加塞的东西 那水是不是很容易出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比较让人折动不透 然后就把它拆开 看一下它这个是主动式制冷 还是被动式散热 看里边有没有这种液体的热交换系统 还是这种建螺丝就拧的设计理念 非常友好 非常的友好 但上面这个东西很容易 漫天飞 很容易漫天飞 OK 套小850电池 有想要中的好点 但是目前看不到 它这套液态式冷气桶 先总览一下 它这个设计布局 左边是这个充满电管理板 但是但是注意观察 这个按键上是有净水的痕迹 我再偷偷朝里看看 里边这个芯片 也有被水泡过的痕迹 这边有个很方便更换的 18650电池 右边有一个小的窝罗风扇 然后进一半里走 看里边液态制冷的核心科技 想多了 想多了 我以为是有一套 它在哪里边这种 热交换的效果一样的东西 没想到它这个应该就是 纯靠中发 这个 这个就有点微乎其微了 那你放酒浇 效果应该要比放水好 对吧 那这 这个你还不能说它没用 因为它多少应该也是有点用 液体变成气体 这间会吸热 而且这个橡胶看起来比较厚实 比较实在 所以说这个 这个东西上面液体蒸发时候 带走的热量 是否能扛得住这个橡胶的厚实 也是有待考证 非常非常凉性 这块橡胶非常凉性 哦对 这就可以恍然大悟了 这个地方就没必要整这个 橡胶三了 它其实就是这种玩湿润的不是玩流动的 然后右上角就是一个简单的充放电管理芯片 然后有进水的痕迹 下面就是简单的收降压电路 后边有各种泡水啊 OK装过去了 我还蛮喜欢觉得以为能插出来一个半导几只冷片一袋的东西 没想到 开塞路 而且这个盖 也很松 也很松 就这样吧 明天安 我会不会再凌好 所以我打串我的骨头 将军 就是